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臣 老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各位可以看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 这个有的人说这个叫做和服 实际上这是日本的 应该算浴衣,浴就是浴室的浴 洗澡的浴 这也是一个稍微宽袍一点的 袖子这边也是车起来的 跟那个中国式的宽袍一样 所以这个袖子里面可以稍微放一点什么东西 放点小钱包或者是一些小零碎东西放在这里 因为它的袖子并不大 跟我们那个海青差很远 它这个是日本人,这是纯棉材料做的 这是男生的,女生的可能是红色的 另外还有在家里常常穿的 或出外常常穿的不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基本上是浴衣 也就是要去公共浴室去洗澡 带着那个换洗衣物 然后带着扇子 然后穿着这个 我觉得就直接穿这个脚脚鞋 人之脱 实际上很多人穿这个的时候 我看有些观光地区的人 说可以租这个穿 因为日式建筑嘛 那他穿这个的时候 他们还穿了那个所谓的竹带 就是形状很像那个二子鞋的那个二子的袜套一样东西 那个在日文叫竹带 那那个东西实际上 穿这个浴衣的场合 是要去浴室 就是公共浴室 日本人本身有些家庭里面自己不设浴室 因为有温泉嘛 所以有温泉的那个浴室 公共浴室 他到公共浴室 到公共浴室 像台湾的北投就很多 公共浴室他就提一个那个 那因为是夏天 所以这是纯棉的 很吸水的 吸汗 而且因为他的长度 各位可以看 这个手肘的一半 他不像宽薄大修室 在很下面 他是手肘的一半 另外他的裁点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那这个腋下这边是空的 是可以伸进去的 这里 两边的腋下都是空的 所以可以从里面伸出来的 那再来就是 他在这个里面 实际上穿这个浴衣的时候 因为他是去洗澡嘛 所以里面不用穿什么 其他的衣服 里面直接就是穿的内裤 连内衣都不用穿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构造就这么简单 那那个真正的和服 尤其是女人的和服 他在日本的女孩子 在那个 在成年的时候 二十岁 成年里的时候 他们如果说买不起的话 就会去租 租这个和服 那个和服的穿法 跟这个浴衣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这个浴衣有的人 还中间还加了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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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不 想象成 thi 好像像有気候的感觉 实际上《雨衣》的目 theme 就相当于在房间里面的睡衣 因为刚才已经看到内部是真空的 所以它是非常的清凉的 那再来就是夏天的时候 日本在夏天的时候 有一个节日叫花火节 就是放烟火 晚上去看放烟火 这其实创造青年男女的谈情说爱的机会了 跟中国也有很多这种节日 也是为了创造青年男女谈恋爱的机会 交往的机会 女生会拿到团扇 男生会拿到折扇 这些男人 他这个行头都是有固定的 像比如说这件衣服是男生的 是蓝色的 那红色的是女生的 那实际上在家庭里面 实际上他们在家庭里面 如果说你做的行业就是一个店的话 前店后厂的话 他们在家里面就是穿了这样子的衣服 只是他不是这种花色的 而是素色的 而这里面是没有内衣的 所以里面不用穿内衣的 日本人的这个服装是很特殊的 他里面没有内衣的 但是和服 女性的和服里面有好几重衣服 好几重袋子 然后还有竹带 还有他那个夹脚鞋 还有这个背后 还有他那个最重要是女生的和服 这个领子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么简单的 他的领子是要到后面去 这边他的剪裁是露出脖子 到还有这个肩膀的一部分 各位如果说仔细观察的话 所以有的人拿这个东西当做说是发师傅之忧情 日式建筑要配日式的这个服装 实际上这是浴衣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个浴衣 我们可以从这个浴衣里面可以得到一些灵感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全部都是棉的 很好洗 然后很稀罕 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这样子走到马路上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一个人把睡衣穿出来 但是在日本事实上这个夏天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人到公共澡堂的时候就是穿这个 在如果到去日本玩的话 在饭店里面 通常饭店如果它有温泉温泉旅馆的话 它每一个房间都会都会配置这个东西 让你穿这个 那像比如说领队或导游 可能还会安排说晚上吃晚饭的时候 或者吃晚饭的时候 希望大家穿上这个出来 感觉一下日本味道 因为一般中国人不太习惯穿成这样子 里面什么都没有 又没口袋什么都没有 这里面什么玩意都不能拿的 如果说你要带什么东西的话 另外要带包包 这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放东西的 所以刚才已经讲过 如果你想要放一些什么东西 可以放在这里 放在这个这里 这里有一点带子的作用 细软 简单的东西可以放在这里 因为它这个袖子虽然有点大 但是它还是把那个车缝的 下面是车缝成一个带子状 上面露出来的这个手臂的部分 还是很小 也不是很小了 全头都可以伸的进去 只是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开口 可以拿东西的 里面可以放一些简单的东西 比如说折扇 团扇 团扇 团扇放进去比较难了 另外一个就是折扇团扇 通常他们是插在这里 插在腰际 或者插在这个后背 这边 这就是一个日本的风俗跟文化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买一件来穿穿看 体会一下 如果你想设计服装的话 这个也不是很贵 但是你穿的这个 你出来活动的话 你才能感受到 日本的文化跟 日本的风俗是怎么样的 以上 吴宗承承 各位分享 日本御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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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